想要推荐技术教育协助各种核心 找到核实教育方向 今年主办婚姻官 郭典老师 技术教育件是会计的婚姻国中 在特别改变医院方式 找北京农港学班 让郭典老师 今日过一项方实在了解 技术教育内容 因为现在的世界潮流已经不一样了 跟以前不一样了 学术只是其中的一项选项之一 所以我们今天来请 八九年级的导师先生过来 就是希望对我们 高职这一块 让我们的孩子在选田志愿的时候 他们才能够适性养财 我们今年104学年度开办的 抽离式国中技一班教育 共有143班 3647位同学 我们让老师更加知道说 我们高职端的开设的职群 开设的课程 过去国中老师 技术教育件是会计 都是在国中基盤 这件外来五次就开并车 又几位一连传承访访 和国中老师了解 原来国际库定几位 就是对技术教育推定向前一步 因为他们有所了解 他回去才能够把这个信息提供给 而且国中端的家长还有学生 我想这个应该是比较有成效 提案农金这一台库定电机 和手机的控制家库定身 过程中处比较多 让国中老师老下清晰印象 也修处对一个学校 高级好好做开会 有这面的感受 回校之后 如果提出某些科技的疑问 要回答 比较容易回答 而且上个过程 器材部分 事实上国中可能都没有这种器材 所以事实上看器材 回去要帮学生做生涯规划 比较容易做到 其实我们学校是 主要以升学为主的学校 所以对于这一块 因为我不是很清楚 所以今天就是特别来听看看 说有什么样的帮助 推定记者教育 现在本年关来国中 不然会做核心教育 一好分了解 现在国中老师也老师 记者教育 更是会期 走出后方 整个实质参考 像现在对未来 核心核心核心 有很大的帮助 记者你给我们尝不住